他没有列出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责任者的名字 没有把他们记录在案 所以转型正义没有完成 所以中国民主化以后 一定要完整地走完转型正义的三个步骤 所以那些受害者受害者的后人 他们才会得到正义得到公平 社会才能真正的和解 谢谢 吴仁华老师 那接下来 克里斯你刚才掉下去 请简短提问 还有孤独者 然后是coach 克里斯有请 克里斯你可以听到吗 克里斯可能连线有问题 好的 那我们往下 孤独者您有请提问 就各位好 我像我是我在重庆的 我是一个十五岁初中生 因为我最近 克里斯您可以听到吗 八卦这个事情 我也挺好的 听得见 您听得见 听得到 公平者提问吗 好的 我的微信不太好 对不起我听不到 那我就 我帮忙听着孤独着 你就先说 你说完了 我会让吴仁华老师进行回应 好的 我微信不太好 抱歉 就是我像我是一个十五岁初中生 我的学历肯定在比在座的各位第一 就我想提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个人就是从我身边发生事 还有感知的话 现在的中共 他们洗脑洗得太厉害了 很多人就已经怎么说呢 已经变相成这个事实了 就是即使是你去告诉他所谓的真 你去告诉他真相 他也是雷达不动的 就是而且这个中共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在压迫人民 但是人民他反抗不起来 就比如我爸妈 他们每天家门家到很晚 但得不到什么钱 他们就是所付出的劳动力 与他们获得的价值不成正比 但是习近平就去拿着这笔钱 去给那个什么巴基斯坦 给非诚那些去捐钱 其实我想说的是 自家的人民都吃不饱 他为什么还要去给外面捐钱呢 然后我还想说的就是 人民为什么不能反抗 到底以什么方式才能 建立起真正的新中国 建立起真正的民族中国 这就是我提的问题 谢谢 好 谢谢孤独者的提问 也谢谢您分享 以15岁高中生在国 现在还在国内的一些 对国内这种洗脑氛围的失望 以及对前途的一些渺茫 那不知道吴仁华教授和周峰索老师 是不是有回应 总统所在不在 那我来简单回应一下 我跟一些朋友经常有所争论分歧 有的朋友认为说中国的问题 主要是文化的问题 说文化不改变的话 中国也没法真正的实现民主化 但是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 因为传统文化是有问题 我也刚才提到过 我是传统文化本来的研究者 对传统文化了解得非常深刻 刚才这个朋友提到洗脑 洗脑也就是共产党这种体制之下的教育 所造成的问题 因为共产党现在是要从儿童抓起 说从幼儿院就开始给你洗脑 就是整个教育体系 包括教材 有一代一代的洗脑 所以我就说中国 我跟一些朋友争论 我就说中国如果制度不改变的话 这洗脑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没法解决 你只有中国民主化之后 制度改变之后 然后推出新的教材 然后取消这种洗脑式的教育方式 才能培养新一代的 有民主意识的中国人 所以我还是坚持说 中国首先必须要解决制度问题 如果不解决制度问题 这种洗脑的教育体系 这种教材还存在的话 那会中国还会不断地出现 这种洗脑结果以后的 这种民众 谢谢 好 我在线 非常感谢 那接下来有请库柴 库柴有请 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因为刘仁华老师那边非常晚了 uninsured 那我们看时间吧 库柴先有请您提问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uninsured uninsured 您可以听到吗 uninsured 我说几句吧 我在下面听了一个晚上 我觉得有必要说点东西吧 就中国呀 他首先他现在14亿人口 如果说我们稍微做个调查 他好像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民主 但是您可以听到他说话吗 我能听到 他正在提问 OK 好的 那您来主持 我一点都听不到 行 他结束了 我再让老师进行回应 安一说您请 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这种 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意识 或者说平等意识 他也谈不上 更加谈不上说 要改变这种现状 这种不公平的意思 也谈不上 教育方面呢 他也是受限的 因为他灌输的 都是那些党的文化 甚至说他会 含无不清地告诉 一些虚假的这些知识 所以说这方面教育 也谈不上什么 去告诉这些学生 或者告诉这些年轻人 一些真相 也谈不上 也意思就是 他整体的公平意识 是非常模糊淡薄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90年 开始有HDI的指数 就是人类发展指数 是中国是只有0.128的 0.128是个什么概念呢 最高指数好像是9 就是挪威那些国家 那么他一半都达不到 这个发展指数里面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综合教育的水平 综合教育的水平 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参考值的 所以说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那么1990年 他才有这个HDI的指数 那么1989年 正好是悬运 是吧 当其实中国的人口 有11亿多 我算你11亿 对吧 只有150人上街 那么11亿人里面 我就算你5.5亿 就是对方说的吧 5.5亿是老弱病长 那么还剩下5.5亿是身强力壮的 只有150万 我算你200万 请您简短的帮您想要提问的问题 我想说一说这个问题出在哪吧 就我自己的一些综合的一些判断力吧 然后只有150 200万的人上街 怎么去对抗 因为我们学过物理都知道 它有一个作用力嘛 你作用力不够 你是没有办法把一个物体给它推倒的 对吧 反而是你作用力不够 你硬硬要推的时候 你还会被这个板作用力给伤到 整体来说 就是整个中国人 他的思维如果不转变 我们好像都是在天班乐团 以上 好的 谢谢您的分享和提问 其实吴仁华老师 其实刚刚有针对孤独者的 他所阐述的东西 有进行非常系统的解答 他的观点其实就是 中国必须得制度先进行改变 才能够达到在国内这种教育制度的 教育上的进行烦洗脑 或者说给人民去进行灌输 民主认知的提升 所以这些其实已经有回复了 那下面因为时间已经很晚 那我们想请最后吴仁华老师和周丰锁老师和苏宇彤女士 是否有什么结语 要分享给大家 看看 吴仁华老师先请 我来用这个决定做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总结 也不算总结 个人的一个观点 实际上今年六四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1949年中文竞争以后 这是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 然后对中国对世界 包括对台湾1990年3月的野管和徐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它导致东欧苏联的政权的相继崩溃 改变了世界格局 特别是六四大屠杀和他震惊了世界 所以欧美人包括欧美国家一直到现在 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重大的政治事件 他所了解的也只有八九六四 所以今年是35周年 所以在世界各国还有一些纪念活动 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都特别发表了 那个关于八九六四三十五周年的一个声明 包括台湾现任的总统赖清德 都在脸书上发表了专门的一篇文字 所以说那个八九六四 它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一三十五年过去 它的影响力还在 就各国的政治反对运动来讲 它都有一个集体的记忆 也就是说有一个集体的动力来源 韩国的话就是关州事件 台湾的话就是俄巴事件跟美利岛事件 捷克的话就是布拉格之村 所以各国的政治反对 反对运动都有一个集体的记忆 跟一个主要的动力来源 那么八九六四对中国人来讲 它就是政治反对运动人士的一个集体记忆 也是它主要的动力来源 所以1989年就是屠杀之后 尽管中国国内的摆设恐怖气氛 非常非常的严重 但是很多八九名的参与者 还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进行各种的反抗 包括秘密主党 公开主党 包括以其他各种方式 所以很多重要事件 或者重要的一些政治性团体的参与者 实际上都是八九名誉的参与者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告诉中国年轻的一代 你们必须地去了解八九六四的整个历史 去了解它的经验教训 因为我刚才说过 各个国家的政治反对运动 都有一个集体的记忆 跟主要的动力来源的问题 那么对中国来讲 八九六四就是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 一个集体记忆 跟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 所以年轻一旦要从事 中国的民主化的事业 要推动中国的进步跟转型 你必须地去了解八九六四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文仁华老师 那看看封锁 希望您是不是要做一个建议 好的 我有 谢谢这么多朋友 今天来听来讲 这个就这个事情进行分享 是非常重要的 也有人说 这个好像老谈过去 但其实我们谈的话题 我想今天经历的人应该都知道 大部分是跟现实有关的 那么 因为八九年这是一次 就是真正打赔 我的全民反抗 所以它的确是有很多 给我们歧视的地方 当然我们谈论是为了做得更好 但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说很多人强调了 这个八九民运的失败 但是没有看到它成功 非常成功的地方 我觉得这些还是必须讲出来 就是在我看来 最重要的是两条 从非常成功的地方 一条就是一个最低限度 达到全民共识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八九年代 就是达到了这个共识 第二就是和平非暴力 在那个时候 人们能够想办法凝聚起来 其实在此之前 其实也有各种准备 从组织上和思想上 海内海外都有很多准备的活动 还有国际大形式 我们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两点 都是对未来还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很多人说 那八九民运那样都失败了 那为什么将来还能成功 那好像感到很绝望 其实我想这样大概是不对的 八九民运就是一个尝试 其实从来之后 也不断的有各种反抗运动 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其实大部分人 都是受到八九民运的激励 他不是说接受了这个失败 而是觉得说我们要实现 那个时候应该实现的这个梦想 这些人为此付出牺牲的 比方说98年 最大规模的阻挡运动 以后的新公民运动 各种维权运动等等 其实都是有八九年的很多人 他们的积累思考 行动在里头 但现在中共的这种状况 而中国的转型难以预期 就是传统的公民社会的模式 没有办法在中国实现 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回答 就是我们必须用各种办法 行动起来 就是走出一小步再看 那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经常谈大问题的一个最大的 一个错误 就是很多时候谈的虚无缥缈 就解脱了自己的责任 那其实就是从我自己做起 想一想 行动起来 一点点行动都会带来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个变化往往是在自己的变化 就可以 那么其实现在呢 我认为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 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公民空间 特别是怎么样建立共识 怎么样比方说试图去说服别人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那很多人问我怎么行动起来 就是找到通道 想办法建立共识 形成一个网络 所以今天时间够久了 能有这么多人来 对 还是远远超过了我当初的想法 与今年旅行特别多 所以往后可能有更多时间做这些 我们希望能够就一些 大家都关心的话题 能够经常在这里讨论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风左雄和吴仁华老师 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个房间 因为在中推空间 严肃的议题很久都没有这么多朋友来参加了 那我其实在整个这样一个互动过程当中 确实非常感动 比如说风左雄在开通房间之初就说 作为亲历者 这个房间的主题就是 回顾过去 盘点这场运动当中 有哪些成功的地方 有哪些可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等等 最重要的是我们寻找未来的运动的一个方向 那风左雄在这个房间之初就说到 六四屠杀真正唯一的这个决策者 确实就是邓小平 研究六四就必须得谈及邓小平 至于他是如何做决定的 那包括一些细节问题等等 从党内的李鹏日记 赵紫阳的回忆录 等时间线和大事件上 都是互相吻合 互相为证的 那就是邓小平 就是最主要的位子手 至于他如何大起杀机 何时做出屠杀决定等等 风左雄提到了两本书 一本是天安门文件 一本是北京致命决定 大家有时间可以找来看一看 但两位老师也指出 这个史料部分是有一定问题的 请大家在读这样的书中 书的时候多些判断 或者多听一些亲历者的讲述 还有就是看一些其他的回忆资料 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那我自己在这也要推荐一下 吴仁华老师的 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六四屠杀内幕解密 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和六四事件全城实录 这些书籍 可以说是老师几十年 偶心立血收集这些史料 来呈现到我们面前 这样一个事件 不仅仅是一个事件 是把那些人 那些曾经为我们 我们的公众福祉 做出努力的人 呈现到我们的面前 甚至把那时候的勇气 这些在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 呈现到我们的面前 请大家有时间去读一些 读一下这些书籍 另外除了邓小平 这个总设计师 不可撤销的罪恶 封锁兄和吴老师 都提到杨尚宽 温家宝 在这场运动中 扮演的决策和责任 那正如封锁兄所说 提醒我们 这个89年 这个坦克镇压 不是果然的 这就是极权 惯用的方式 那未来他们也许还会用 可能方式有所不同 但镇压 他们一直在用 那一位听友就问到说 到底怎么样化解六四的仇恨 吴老师说得非常好 无真相 无和解 其实民主国家有很多转型正义 整个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些过程 给我们很多启示 但这个启示 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我们付诸行动 另外 封锁兄和吴老师 今天也提到反思的问题 包括我听到 非常不入耳的一些 见好就收论等等 还有就是 要求学运领袖和参与者 承认他们犯了错误 导致屠杀发生 要他们负有责任 我觉得这种不值得尊重 这样的观点 我坚决是反对的 吴老师和封锁兄都说过 学生和学运参与者 整个过程都坚持了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 那这样一场运动 中共还在镇压 就像一位参与者 普志祥老师 曾经说过的 当时我们20岁左右 我们意气风发 我们血气放纲 我们没有经验 我们单纯 我们有的只是勇气 我们没有行政资源 如果没有邓小平 没有中共 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0多年过去 我们可以反思 没有问题 但是 如果说 再有一次 老子他妈还会那样做 我觉得这句话 一直在激励着我 我和普志祥律师是 真正生活中认识的 普拉普 普律师是 文仁华老师的学生 我们有过很多的交道 那我觉得从吴老师 到普志祥老师 封锁先生 他们这个八九一代 到了我们现在 又出现了彭丽发先生 出现了很多 白纸的抗议者 我觉得我们在 无意中 在无形中 主动或被动的 都在传承着 也希望今天 所有的朋友 我们不放弃 谢谢 以上是我的发言 然后请付词说 谢谢 谢谢宇童 谢谢周峰罗老师 和吴仁华老师 今天的非常 非常好的 启发和启示 对我们这些 没有经历过六四的 年轻人 是有一个 非常好的 对六四的 一个完整的认知 我在这里 就补充推荐一本书 是由 加拿大西摩菲沙大学 当代中国历史学 教授和专家 周久龙教授 他写的六四这本书 他的书也是 非常笼统的去 讲解了六四 发生的事 时间背景 社会背景 以及他的深远影响 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 和社会各 和全国各地的 对北京六四屠杀的 抗议的深远 以及持续 我想说的是 能够从中国墙内 翻墙出来 来听我们这次活动的 年轻人 可以去思考 去学习 去学习 经历 特别是在经历了三年疫情之后 更应该去了解六四 你通过了解六四的真相 才能够真正的去知道 原来中国的 他的制度 从来没有离开过极权制度 没有离开过独裁制度 他们制度的 这种对人们的压榨 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 他们也从来不会改变 他们对人民暴政统治的这种统治方式 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像周峰索老师所说的 在外面我们能够创办一个空间 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具体起来去进行交流 去进行探索 这是一个必须得持续下去进行做的事情 也希望大家能够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去勇敢地站出来 去从自己做起去进行实践 我也就说这么一点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 那希望以后 封锁熊多做组织这样的活动 那我想 父子和我都愿意来做这个共同主持 谢谢吴仁华老师 祝您晚安 那大家再见 谢谢